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出生在一个传统保守的客家家庭 是家中的老妖 有一个姐姐 父亲其实很喜欢有男生在家里 因为在哥哥一岁半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我们 对父亲而言 这是一个永远无法抹灭的伤痛 我小的时候 常常会听到爸爸跟我说 如果你是男生就好了 所以对我自己而言 我也好期待自己是个男孩子 因为可以承担家里一切所有的责任 可以分摊爸爸一切的重担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超级疼我 保护我 爱我 对他们来说我是失而复得的礼物 不知不觉中 到了学校的学习 甚至进了社会 我是成为了一个 好胜心强 完美主义的人 因为我总觉得我不能够输别人 因为我总希望 如果我是男生 什么都会好解决 渐渐的这个完美主义 就成了我的人格特质 其实也像个生命的枷锁 2010年 年底 我的身体出了一个很大的警讯 医生宣告我得了乳癌 对我来说 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让我顿时失去了人生的方向 面对接二连三的治疗 还有可能 治疗的副作用会造成不孕 我其实有非常多的害怕 有一天 在我读到以赛亚书 我学四章的时候 神在经文当中写的这一句话 你这不怀孕的不生养的要歌唱 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 扬声欢呼 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当时非常的感动 这不正是在说我吗 没有生养的 是可以扬声欢呼的 经文接着还写 要扩张你帐幕之地 张大你居所的帽子 不要限制 主不但鼓励我歌唱欢呼 更要放大我的格局 他对我说 孩子并非你不够好 你是我的宝贝 无需靠着什么努力 去证明你值得被爱 亦不需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够称住这个身份 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身份认同 而且这是带着应许的祝福 因为他告诉我 我可以张大我居所的帽子 我可以不断的被神的恩典 来扩张我的生命 渐渐的我发现 我有时候会害怕看见孕妇 害怕看见新生儿 当我听见别人怀孕的时候 我就会想要逃开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因为这种感觉其实非常可怕 我在祷告中跟神说 主啊我无能为力 求你帮助我 我不知道怎么样胜过我里面的声音 因为那个不够好 那个完美主意 还是一样挟制着我 像掐着我的脖子 让我传不过气来 我还记得当我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 神告诉我 孩子是父母的产业 而我是你的产业 神是我悲中的份 祂告诉我 就算我没有孩子 但是祂永远爱我 不会因为这样而觉得我不够好 我们的小组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妻 太太在那个时候刚好怀孕 其实我那时候还在想 我会不会很害怕 而没有想到 当我跟这个姐妹越多的相处 不自觉当中 我那一份忌妒 别人怀孕 那一个害怕看见新生儿的心情 已经完全消失了 我甚至有时候还会 对着他肚子里的宝宝说 妹妹乖 阿姨等着你出来 我知道 上帝在这件事情上 他医治了我 圣经有一段话是这么说 应当义武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必在基督耶稣里 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给我们 是当我很害怕的时候 我透过祷告 我透过读圣经 我得到了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 我也相信 不是我能够靠自己 走过这样的一个死因的忧谷 是因为有耶稣基督 成为我生命的一号 现在的我 非常喜欢跟小孩子一起玩 我知道神已经在这一个事情上 完全安慰我 即便有时候父亲还会不经意的说 如果你是男孩子就好了 但是我已经不再受这句话来夹制着 也不会因为这句话而难过 因为我知道 我就是天父上帝的宝贝 不论我现在在什么样的光景 祂都爱我